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的帥狗 哈囉大家好 我是帥狗 還有我們的 這次真的很感謝大家 來參加我們這次的直播活動 其實有很多朋友一直告訴我們 想要入坑 就是抽卡牌的世界 玩一些卡牌活動 在這邊問一下各位好了 你們有沒有玩過一些卡牌遊戲 我之前 我很久以前小時候 玩過那個 玩過寶可夢 但是就是稍微玩一下而已 寶可夢在最近這幾年就是 滿紅的 而且好多好多人在玩 上次有一個大比賽 一百多人欸 好瘋狂 三百人 還有別的啊像我之前玩過 爐石的 爐石在台灣其實也滿紅的 我之前還有玩過那個 Artifact Dolta卡牌遊戲 那我知道帥狗是專門做 遊戲 遊戲網 對這一年我們在做 我自己玩的卡牌遊戲很多 像那個 Magic 烏石 還有 立方剛剛講的遊戲 雖然我永遠不記得他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遊戲網 遊戲網我玩超久 PTCU最近被老爹狂推 還有一個叫Battlehand 其實很多人本的手遊卡牌遊戲我都會找來玩 因為我自己想做一款 所以我玩的就很多 我們後製部有玩過 什麼遊戲 不可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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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看他算 他又死了 他沒下來我玩了 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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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G 什麼叫T.D.G呢 就Training Deck 對 它是 一包就是一部套牌 你不能改的 那你會說 那假如我今天抽到一個很爛的怎麼辦 不用擔心 那我們的官方 有推出一個非常好玩的賽事 叫做 怎麼叫最廢套牌賽呢就是 你覺得套牌不夠廢嗎 很簡單 我們今天都帶著我們心目中覺得最廢套牌 來給你的對手 你用我們的對牌贏我就行了 最廢套 好那我們切換畫面 這些人物獲得 但是最廢套牌 每個場地 有實力的 必要抗爭 跟不宜遜 公傑 在一遊戲中的一種和一種一種的關卡 連你媽媽也有一個 最高的合法是 你會強大?快大? 好多? 去集大阿姆 去找大鞋子 to unlock the knowledge of the Crucible and ascend beyond this plain of existence in the most amazing, creative, unique ga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galaxy How's that for dramatic? Key Forge Growave观众,来,我们回来了 OK,那今天我们要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的Key Forge要怎么玩 那等一下呢,这里会有两包官方的御主 来做一个测试 好,那我们现在从这个游戏先开始 好,当你拿到一组Deck的时候 上面会有几个符号 就是第一个 就是你会有 这个牌会有哪三个家族 会有哪三个家族控制你这个套牌 这游戏叫做断钥匙 最直接的就是 来,我们桌上有三个钥匙 当有人制造三把钥匙 游戏就结束,那个人赢 我们游戏的进程是这样的 由70玩家开始 好,每次轮到你的时候 有五个阶段可以做动作 第一个阶段叫做检查你的琥珀 来,当你获得琥珀的时候 你会把你的这个放在你的家族板上面 家族板上面 好,假如你有六个或以上的琥珀 那你就会移除六个琥珀 然后并且把一个钥匙锻造 我们叫Forge Key 假如你有十二个可不可以锻造两把呢 很抱歉,不行 最多一回合就是一把 有六颗琥珀一把钥匙 好嘞,再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就是这个游戏最厉害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要宣告一个你的种族 那这个种族呢 假如我现在有一个种族叫做Burban 那我只能宣告我用Burban 那Burban这个种族 其实就是狂战士 那就是说我要宣告狂战士 那这个回合开始 就你接下来的时间 你都只能用狂战士这个种族 好,不能用其他种族 就假如你手上有其他的也是一样 所以假如你手上某个种族比较多 那当然建议你喊那个种族 会对你比较有利 对你比较吃香一点点 OK,好,那这是第二个阶段 好,第三个阶段 你可以使用你的手牌 你可以用场上的怪物 可以用任何东西 好,Burban 这是我们最后再讲 因为这个内容细节蛮多的 所以再来第四个 第四个动作就是 你所有的生物 只要你用过的生物 都会呈现的就是很 倒着在场上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 你会Ready它们 就是会重置 这个也是在一般的 卡牌游戏里面 很奇特的地方 它是在回合最后 让这些怪物 获得它们的行动能力 而不是在回合一开始 就像有很多游戏 像是魔法风云会 或者像是我们的炉石 都在回合开始的时候 告诉你说 诶,这只生物 这回合可以用 或是这只生物 这回合还在召唤失跳 那这个游戏在回合结束 就告诉你 你一站着你就可以用 所以有很多很奇怪的combo 就是假如你这只怪物躺着 你只要想办法让它站起来 你这回合就可以用它 OK,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机制 好,来 那最后一个 多多就这个游戏 更有趣的地方就是 抽牌 抽满六张 好,什么意思呢? 所以假如你手牌只剩一张 那你就会 登登登登登 抽五张牌 然后你手牌就满六张了 好,这个在很多 很多卡牌游戏里面是做不到的 通常 每次 游戏王 就是 那你就抽一张 那这个游戏 假如你很厉害 你的右手很厉害 就是上回合 你六张牌都同个种族 好,你非常厉害的 你就把六个种族全部用了之后 然后回合结束 如果抽六张牌 又是同个种族 那就 赢了 好,OK 这游戏最开心的地方 就在这边 好,那刚刚我们跳过的阶段三 那我们现在正式讲一下阶段三 在做什么 好,游戏里面 总共有四种牌 分别是 第一种是生物 好,那生物呢 它会有 会有一个 那个 血量 在你的左手边 会有个血量 它血量多少 就代表它攻击力多少 所以 假如一个 一个人血量有6 它就是攻击力有6 OK 你打人 就是打6点 那你吃对手上来 你也可以吃6点 当你从手上打出一张生物的时候 它会 你只能选择 这个叫我们的战线 左边或右边 左边或右边 下 而且 它是 躺着的 就代表它这回合不能攻击 好,记得 站着的才能攻击 OK 好,躺着的 好,来,这是生物 那假如一个生物 在场上它站着呢 它站着 你有三种方式可以使用它 第一种 屯治 去打另外一个生物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三点攻击力的 那 我这里四点攻击力 我就打它 然后 它 是不是就死了 就是它被我直接 蹦,它就死了 然后我身上 就有三点伤害 好,那 这个伤害 在游戏里面 跟炉石一样 它是不会 不会消失的 它是不会消失的 它就一直累积在上面的 好,那请问一下 它现在的攻击力是多少呢 还是四 它只有血量 剩一滴血 但它攻击还是四 有些朋友 注意到我们旁边 生物旁边有个盾牌 那盾牌叫做护甲 就是 当你承受攻击的时候 回合开始的时候 你会补满它 那你那一回合 只要受到攻击 就会先扣它 所以假如它这回合 先受到一点 五点伤害 五点伤害 那它就只会受到三滴血的伤害 就以我这张牌来讲啦 那这个部分就是 生物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 运用 攻击 第二个运用 这个游戏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我们的Ember 所以你可以横置 一个怪物 让它铲一点Ember 让它铲一点Ember OK 那再来 第三点 假如这个生物上面有写 Action 就是有写行动 你也可以横置它 使用它的行动能力 OK吗 使用它那个行动能力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生物啦 好那接着 再来我们第二张 神器 神器上面会有一个叫做 Artifact 那神器它是独立于我们的 战线外的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 能搞得到神器啦 神器就是一个 最强大的存在 那一样 请下场的时候 存置 这回合不能用它 下回合重置之后 你就可以用它了 好再来我们的Upgrade 然后升级 牌它会长得 大家都不一样 它的字是写在上面的 为什么要写在上面呢 因为 它要贴在其他生物身上 很有意思 贴在其他生物身上 所以 它就会获得 那个生物就会获得 其他上面的文字效果 好 有些人可能会注意到了 我们的这张 那个Upgrade上面 有多一个琥珀 对不对 这个琥珀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你在打出来的时候 你会 获得一个 琥珀 OK 好嘞 那再来还有一个东西 在我们的 这个上面 是没有写到的 我忘记把牌给小点打打 那个 我们有一个叫做Action Action牌 就是 魔法卡 OK 就是魔法卡 它下面就写Action 就是魔法卡 OK 所以 你看到它就 使用就对 直接打 不用支付任何魔力 OK 好那 这个就是这个游戏 游戏的 全部的流程 有没有非常简单啊 剪到时候 好 那你先 你会额外抽一张牌 额外抽一张牌 额外抽一张牌 所以先锋不能还可以额外抽一张牌 先锋额外抽一张牌 但是没关系 这个我跟你讲 没有好处 这是没有好处 先锋没好处 真的 先锋没好处 那所以我现在我也要抽 你要抽六张牌 快点另外一个我 叫我怎么办 Ivo 每个都有 假 哦 这游戏的怪物之本上 没有几个有假 哦 所以 各位观众 我这个手牌啊 是有是假的 是假的 很暴力 假假的 假假的 居然是假假 好啊 居然是假假 完蛋 好 那为什么刚刚说 先锋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 先锋只能打一张牌 只能打一张牌 之后什么时候不能做 对 然后刚忘了跟各位观众讲一下 就是那个 呃 其实在你的主要阶段啊 你还可以再 选择一个动作 叫做气盘 救救了 我不要这张牌了 打这张牌 如果对手没有琥珀的话 直接拿两个琥珀 太神啦 然后进场 橙质 他就橙质的 什么鬼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 但他有没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效果啊 看一下 不是啦 交流的话不是这样的人 你这样可以交流 真的太厉害了吧 而且他五点攻击率 我知道贵 对 我们知道贵 然后 ok 那接着 那个我们的就是重制 回合结束 回合结束 然后抽牌 手牌六张 所以不会 OK 好那 没有抖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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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想要体验KiForge 独特的魅力吧 那就来6月23号的下午1点 靠过来桌游店 参加教学对抗赛吧 当天除了有帅口 还有其他网红会到现场喔 另外KiForge 已经推出中文版了 如果害怕英文苦手的小伙伴 想有中文版可供你选择啊 好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全部内容 希望各位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那请帮我照顾下 两大魔王 订阅两个铃铛啊 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 我想推其他入坑 那么 也请帮我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可能会感兴趣的朋友喔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See you